中文字幕志愿者 便當 30塊 那只有30塊 真的假的 台北這樣應該100吧 蠻扯的 這樣它算什麼 南部吧 在南部嗎 還是鄉下物價 統統不對 因為這可是在台中北區 一間便當店 老闆我一個傻巴豬 有分哪一種 30塊就65塊 65元西洋菜 外加一顆荷包蛋 小個大碗 30元的兩樣配菜 大泡豬肉 還有加入香茅 對比外頭 肉量雖然多一半 但是沒有配菜 只加一顆荷包蛋 就要90塊 在外面銀行外面吃的到嗎 這個價錢吃不到吧 不少人創著便宜好吃 上門光顧 也有人把照片PO上網路 引來網友熱烈討論 可惡上禮拜是85塊的 就覺得很便宜了 沒想到還有30元的超佛心 看完覺得肚子餓 桃園人好羡慕啊 30元打拋豬便當 平價美食 意外引來 廣大迴響 讓人紛紛向朝聖 下集會台中 做報道 那些複雜 我怎麼不做